很多朋友对土牛改良比较感兴趣 问那种纯土牛配西门特尔 下的一代小牛猪到底怎么样 今天拍给大家看一下 看看纯土牛跟土杂的区别到底有多大 这几头这小牛都在那边都端来了 这一头这一头就是纯土牛 这土牛很小不大 还架的很小黑鼻子 看看他下的窄长什么样 这就是纯土牛 这南方比较多的就是这种 这家伙不知道是个什么牛杂胶的 看看他的牛仔长什么样 刚刚那黑色的下的就是这头 也是个黑鼻子看到没有 到这个南里面 算第三小 排名到四 不是很大 刚刚那头带花色的毛 就下的这一头 这个毛跟他那母牛是一样的 像其他的几头呢全是土杂 像这个都是土杂 像这一头 那是西杂点心的 这一头也是土杂 有点宁木正的感觉 宁木正皮的土牛 这头就是那个西杂的牛肚 看没有这个区别真的很大 像这牛肚都是属于三元 三元杂胶牛肚 好多的黑鼻子 这个有母牛的遗传基因 太强大了 因为这个小牛肚 长得明显要慢 因为这一南都是差不多时间下的 这个腿也很细 所以真正要讲西门塔尔 配这种纯土牛 一代还是比较差 要经过几代的改良 才稍微漂亮一点 像我们来年 真正的母牛 纯土母牛 现在很少了 不多 只有几头 像这些小牛肚 像这头明显的就是属于三元杂胶 这几头都是 这个牛完全不一样 像这头很漂亮 腿也够粗 脑袋也够大 嘴也够宽的 这家伙长得相当不错 上次前段时间称这家伙就四百斤了 像我们这边这几头都算比较大的 我们这里面有几头母牛大母牛都是上千斤的 所以像这种大的母牛 九百到一千斤的母牛 下出来的那个牛肚 其实真的很不错 长势也好 像这家伙 他的牛肚真的很漂亮 这家伙的牛肚也很漂亮 他就是这边这头 这有点像德国黄 配着西门塔尔 这家伙体型够大的 但是吃口不是很好 这一头就是我们去年自己的培育出来的 那种三元杂胶牛 这个母牛价值够大的 但是这家伙从小到大 就不怎么长肉 光长了个头